台塑企业砸下187亿元 在台北的内湖区的台北企业总部 买下了三栋大楼 要作为都更时期临时总部 不过每瓶高达60万元的均价 就被怀疑是买贵了 大楼里头空荡荡 但外头已有多名守卫进驻 戒备森严 原来园区另一栋 由三阳工业持有的厂办 每瓶开价约58万元 而台塑一次包办三栋 被平面媒体点名 没想到团购价竟然比零售 还要贵 我们把团购的方式来讲 应该低于行情 那你散户来讲的话 那边开价也不会超过60万 开价不会超过 那你说今天已经买到60万 算高点 对照区域行情 隔着一条街的内湖五旗 2017年整栋厂办 每瓶交易金额仅50万元 不过台塑企业也反驳外界 算法有误 他们有一点误解 买的标地里面含三种产品 一个是办公室 另外还有一个店名 还有停车厂 所以有一点 我觉得报纸显得有点偏高 实际上我们估起来 办公室大概56万左右 其实若以乘出方式 每月每瓶租金约 1200到1300元 算一算一年租金约4.5亿元 总部杜根若要五年 即使租金加上搬家等费用 大约也只要买房的15% 价格来讲算是适中 你想一下子要找到那么大的楼地板 面积来做办公室根本也找不到 王家大手笔买的还有豪宅 像红仁集团总裁王文阳 在信义区远雄育之院 至少有五户 后续买仁爱无疆又花4.8亿元 甚至跨海在伦敦买下13亿元的豪宅 也有外传台数23亿扫下8户豪宅 华顾名住4户留给三娘 但台数企业管理中心常委王瑞瑜回复 母亲不可能去买那个地方 东森财经新闻六百喜如波聪 台北策划报道